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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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從小在教會的關係 或是自己很有危機感 都認為人類就是遇到生存很大的危機 或是我說這是一個末日的使命 就是人類遇到這種生存的危機 的生死戰的時候 我究竟能夠做什麼 這個在人類的需要上面 在別人的需要上面 我看到自己的責任是什麼 我是一個工業設計師 我都以為我在做幫助人 利益人的事情 但是後來這幾年的反省不見得是這個樣子 因為有時候我們也是 資本家底下的一個賺錢的工具 這是真的 因為我們懂得製造量產 懂得材料 我們也懂得做出漂亮的外觀 去吸引消費市場 消費者購買 這個就很容易變成是一個 一個企業擴大的工具 如果你沒有這種使命感 所以一念之間你可能是魔鬼跟天使的差別 所以包含這個水資源的匱乏 例如說我們現在在遠方正遇到這個戰爭 連小朋友一個幾歲的小朋友都脫水 都過世 我要講的是 當遇到了這樣的一個戰亂也好 末日也好 我們的水資源究竟從哪裡來 我們的空氣遇到了幾大的污染 我們該如何 甚至我們的陽光被屏蔽了 在這種狀況底下 我們的健康怎麼辦 所以我好像現在急著一直在開發 有關係到讓人類能夠生存 所以才會逐漸地脫離資本市場的思維 我自己要開發一些好的東西 所以我自己也有一些這樣的一個轉換 才慢慢進到這個領域 所以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時間 有更多的投入在這一方面 我這幾年的反省 我希望我更靠向天使 我希望我真正能夠做出能夠幫助人的事情 好 那我盡量不要抬頭 好 那我就滴滴地講 好 謝謝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